过去科技业 航空业等高级员工 由于技术相当的专业 会被所属的公司要求 未来若离职 一定期间内不得跳槽到同行工作 签下所谓的禁业条款 但过去法令无明确规范 现在要将条款入罚 那因为过去禁业禁止 一直都是用一个注意事项的方式 来做处理 过去的情形都是雇主任意的约定 然后随意的惩罚 然后造成劳工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损害 新规定要求最长时间 限制不得超过两年 今夜禁止期间 至少需给劳工离职时 月平均工资的一半做补偿 而这项规定从10月9号开始正式生效 太短 有些东西真的很机密 然后如果只限制两年的话会不会 有些技术会外移到其他的公司去 譬如说我就曾经处理过舞蹈教室 他说你离开我舞蹈教室以后 你不得到另外的舞蹈教室去做教学 后来法院的确认也讲说 你不能够约定 以此来约定所谓的禁业禁止 因为这个舞蹈的独创性或之类的 禁业禁止的区域 要以原公司实际营业的范围为限 对象也应该有明确的竞争关系 现在条款入法 渴望降低 劳资纠纷 记者综合报道